大家好,又是一條開箱影片的時間 這一箱就是我這個月等了很久的 由日本來的一個玩具 我現在就開箱給大家看看是甚麼 請大家訂閱,訂閱試尾德 我先割開這裡 單手就比較難,大家也能開到 我最喜歡的日本玩具設計師 藝術家Mai San的玩具 我現在逐個逐個拿出來 第一個 嘩,好大的 就是Mai San最新系列的雙頭龍 這個就是第二隻顏色 第一隻就是均綠色的 我就已經有了 今次這隻就是第二個顏色 它就是橙色和綠色為主 我稍後會擦膠袋,慢慢看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另外呢 就有Mai San其中一個 早期這個系列 這個就是多肉植物怪獸 今次都是用了綠色 近年的狗仔系列 這隻就是比較小一點的 看它這個平陰頭 今次這個顏色就是一隻白色的全身 就有一個平陰頭黑色 最後當然是有我最喜歡的貓 就是Futaneko 這隻色就是跟今次雙頭龍同一個系列色 用了橙色為主 跟著有些綠色 跟著有些綠色 跟著嘴是有銀色 看到就跟雙頭龍有些銀色的機械感 感覺一樣 兩隻是一套系列色 今次是一套系列色 我就已經拆了袋 拆了頭卡出來 頭卡一貫就是Mai San 一邊就是Futaneko 招牌貓就是一樣 另一邊就是 扣卡的背 有它的資料 有貓仔 還有其他的貓仔 這些都是Mai San自己畫的 這樣 今次這個顏色就是 就是剛才所說的 有一個橙色的底 加了一些綠色 還有一個銀色的點綴 可能是搭配雙頭龍一個機械的感覺 我覺得它真的很漂亮 這個 我們現在看看它轉圈的樣子 還有我最喜歡它那條大尾巴 有個大屁股 有一條大尾巴 很可愛 頭圓圓 最主要 還有 這裡說 它這個就是 腳上有個寫著 JAPAN 就是Mai in Japan 還有有Mai San的全名 Mai Nagamoto 這個就是Mai San的全名 上面 其實這個龐肉可以給外出 很方便 我把它拿出 其他些 我的幾種有份 給大家隻看一下 還有一隻 紅 金號 還有一隻 黑 金號 還有一隻是三眼的版本 我暫時有四隻小狗 兩隻手就像植物生出來的脂 頭就是多肉植物的罐 終於開到最後的兩頭龍怪獸 這是頭卡的一幅畫 那幅畫可以看到有雙頭龍 有富特勒克,有多肉怪獸 有這隻大的富特勒克 有其中一隻長耳狗仔 另一邊有十隻眼睛 另一邊有頭中間的角 另一邊有兩隻眼睛 而另一邊有牛魔王的角 這兩個頭可以分別左右動 這個分別左右動 這就是全部四隻排隊的樣子 好,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就請給個讚 如果大家喜歡看玩具的開箱片 就在留言告訴我 我一有玩具收到 我就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 謝謝,拜拜! 拜拜!